阿波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曼坑谷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22年4月13日美股盘后 北京时间2022年4月14日A股盘前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股无期迎反弹 A股相体仍持续 美股如期迎反弹 咱们先看看这美股的盘面 大家可以看啊 昨天咱们在前天的节目 昨天因为有事没有录节目 前天的节目就说 出了低9 咱们就已经预判了 出了低9 踩在44004399这块的时候 我说咱们就要坚决的加一次仓 危险点的地儿 就是在这个4375 我们在这个4375到4400 4399这个区间 我们要坚决的加仓 买错了呢 买错了在底下在哪做止损呢 咱们当时也给出来了 就是4343如果破位 如果胆大一点的 承受能力强一点的 就是在4310破位 我们进行止损 那么现在呢 从目前来看啊 不能证明咱们绝对对 但是起码 今天咱们是赢得了 就是在如果你要在低9 也就是在昨天加仓 今天你就赢得了一个小的利润 多了不说啊 3%到5是肯定应该有了 那么未来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标普 那咱就看看啊 标普从目前来看的 它的动能呢 尚未消失 但是这个15分钟啊 有点这个乏力的感觉 15分钟乏力的感觉呢 我觉得上方压力比较大的地儿呢 是在4460点 也就是往上呢 起码还有20个点的空间 更何况呢 我们可以看啊 大周期这块 两小时刚刚进叉 主要看这个缺口能不能填补 就是这个缺口 如果这个缺口能填补的话 我们继续持有 如果这个缺口之后掉头向下 那么我们就得考虑了啊 那我们就得考虑 在这块看两小时 能不能形成一个底部背离 如果能够形成底背离 也就是死叉再金叉 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直接打成下跌同步了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止损呀 或者止盈 把这个止盈带好止盈保护 因为今年呢 实在是不好做啊 咱们有点利润呢 先攒下来 这是对于这个美股而言 A股呢就比较惨啊 A股呢 昨天尾盘呢 有一个跳水 这个跳水啊 跳的特别不好看 说明什么呢 说明A股现在仍然没有走出 咱们所说的这个一个小时的箱体 啊 一个小时的箱体 现在看呢 还没有走出来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是原来给大家画的箱体 现在呢 箱体下眼破了一下 但是这种临时的漏一下 这个没有关系啊 大概其的位置还是在这个区间 那么昨天的这个往下 应该是在这块 大家注意啊 是在这个区间 有可能再做一个第二角 但这第二角呢 有可能呢 做的是这个样子啊 不是那种特别深 应该是做到这儿 做到这个位置 可能就结束了 就是3150啊 或者是3145 在这个底部抬高的这样一个情况 再往上走 哎 我觉得呢 这种情况呢 概率呢 比较大 特别是呢 美股呢 现在又处在一个反弹期间 我觉得啊 咱们这个上证啊 我觉得咱们上证 应该呢 还是持续这个箱体征兆 不会再跌破这个3050的位置 3050在哪 是在这儿啊 就是这块 就是就是这 就是这个位置 是不会再跌破的 更大的可能的是 3100是一个绝对的强制撑 我们呢 现在呢 如果你仓位已经倒半仓了的话 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在观望观望 虽然大家可以看啊 这15分钟 这是死差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它的成交量呢 并不大 而且一个小时呢 在这儿 是等于刚刚 在这块要粘合 一个小时 应该是要做双底 啊 在这块 做双底之后 忘记起 我们等一个小时的 这个双底起来 我们拿哪 哪个来判断呢 拿这个30分钟 拿这个30分钟来判断 30分钟这块 要粘合 不粘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坚定的去进行买入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